一切事情要从2018年9月24日开始,女演员陈玉黎朋友圈发常文称,自己和已婚男演员吴秀波将练七年。 同时还爆料称,吴秀波同时还出贵和做过军事联盟的女演员张智希。 一时几几千层呢,波叔多年来,在女粉丝面前经营的优质大叔形象一下子被击得粉碎。 不过这年头小三控诉小四的事,吃光群众吃完一定就忘了,该咋咋地,热度还没有持续到国庆节就散了,大家都是该咋咋地。 小三陈女士保却在微博上经常信的纸骚骂怀,波叔既不回应,也不辩解,继续活跃在综艺舞台上。 2019年1月18日,网络再次爆料,吴秀波报警,小三陈女士因挑战勒索而被捕。 林最近很少客星的娱乐圈纪伟王公子,也出来连发三条微博,谴责吴秀波。 波叔这下不仅是花心出会渣男,还是心很无情很毒男。 女方父母哭诉,今又爆料,各种波叔互网的黑料被猛爆两天,吃光群众吃得有点发腻之后,重爆酸辣汤上来了。 首先是溜溜爆料女方全家靠着女方被包养过上富裕生活,接着媒体又曝光女方索要十亿风口费,生活修取灰金如土。 最后连好打抱不平的王公子,也被抱跟女方有交情。 好了,波叔虽然没有被完全洗白,但最后舆论定罪,也不过是逢流罪过,犯了普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 因为他一局隐忍,沉默,反而拿了不少同情分。 二,没制定周密计划的蠢女士反而千夫所指,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无疾而终。 故事到这里,我们不做到的表冰去分析谁对谁错,也不当侦探,挖掘背后宣藏有何种秘密,竟然价值十亿。 我们带着学习的精神,来解读下吴秀波至极聪明的危机公关。 一,永远,永远不要否认事实。 当事人吴秀波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过任何事实。 事实就是事实,这么大挂背后,都是一万双人民群众的眼睛盯着,否认最愚蠢。 在这里,我要惋惜的点评一下东哥。 差不多同一时期,东哥强奸门时间,就处理得非常不好,京东的公关乱发通告,指责媒体不当报道,后来又发通告承认,这就搞得非常不好,让东哥苦心经营的诚信形象轰然倒地。 其实一早承认,就是中了别人的仙人票,会妥善解决的,大家反而会同情东哥,该女子既劳不到太多好处,也不会让京东的股价跌了四成,连在京东商城的形象都跌到谷底。 二,要有耐心,静大舆论发泄。 去年九月,波叔没有冲动解释,静大志光群众发泄外偷规律,结果啥事没有,除了被个老风流的名声,综艺照上。 上个周五,波叔在全南韩打逼时候,依旧沉默,等同情女方的情绪平息之后,公关团队开始对外发放早就准备好的各种猛量,因为对女方的同情期以过,群众心情愉快且冷静,也很容易被波叔方的食料打动。 到今天,波叔反倒引发了不少同情,起码黑都准中立了。 这里就要对比下愚蠢的全剑团队,丁香医生一篇文章发酵以后,全剑手足无措之下,竟然对侠客岛进行了攻击,谁聊到一脚踢到石头上。 本来小女孩的死跟全剑没有直接关系,即使在医院治疗,癌症晚期也不可能活得更长。 如果全剑当时保持能静,等待一两天的热度过去,再雇佣营销号接冰箱医生的老底,再好好处理下内部问题,该承认的错误承认,该收领的地方收敛,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 我相信,全剑能帮,拿这么多年,直接违法的地方不会太多,更多事情走在灰色地带。 你说贵,那么我当美容院,被护佣做个什么声波美容疗程,交一两万块算什么? 你说全剑的保健品,要癌症患者吃死了,那么好多西药比这还贵,患者倾家当产之后,还是吃死了,又能怪谁? 三,把握机会,交逼所失。 吴秀波,白白和领贤主演的《秦胜2》,从春节当题到1月24日上映,白女士当年在一只蝉事件中一样白黑,后来陈宇把勇敢暴露自己吸毒的事实,一片群众的同情中,白女士如白天鹅般的宛如心生。 这一回播出的事件仿佛,当事人都不能算道德彪兵,白币无家,都值得同情,在事情最热的时候,收割一波同情分,说不定还能漂房大卖。 这里我又要提及一个负命案例中心通讯,2018年,禁授令解除之后,中心的管理团队毫无作为,难道不知道此时是最能拿同情分的时候? 后,他们为禁令解除沾沾自喜,全然不知在消费者心中形象从此承沾,球资被鄙视,必然会传递到球B端。 其实中间几个月的时间,中心最应该请一个有战斗力的公关团队,来进行一番营销包装,创造一个苦情形象,再来几句励志的演讲,虽不至于撼动有伤怀为的地位,起码也能减点同情分,在消费者业务上有点见像吧。 搞得现在无声无息,灰头秃脸,关注同情都被有伤抢走,连某女士被捕,都被众多网友能补成中心的错,简直成了个罪人抬不起头。 最后送给读者们一个忠告,不管发生什么事,逃避和否则,都是既无聊又无用的解决办法。 冷静分析,积极应对,即使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,也会让自己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。 你看看,波书一阵阵操作之后,陈女士这个大麻烦解决了,自己还能照样当明星,多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